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之后 而是成为我国 国拼历史上的第十位大蛮官 他也非常 他是一位非常自律的运动员 包括来全景赛赛 会几天自己的竞技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这把劈长是这样 控制住台内 抠细致 反手凝起来形成反手的对抗 反手凝起来 反手凝起来 队主 护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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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手准中的正首位 勘了一把回头 护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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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球转换非常的快 我们继续回到双方第二局 反正都率先开球 因为中间位是横板运动 也相对薄弱的位置 这种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长脚反手为对抗座 速度是越顶越快 所以对于罗忠来说 还是要尽量在前三板上 把这个比分拿去 他能不能抠得很细致 而且针对性的 把这种技战术的特点给打出来 好球 感觉反手有些对不住的感觉 哦 漂亮 漂亮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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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加油 撞了 打起来 还是在反手为对抗 在一个对抗上 我是占据优势 对罗征来说 现在尽量 哦 好球 因为罗征的 抓来干嘛 帝旋转 拉起来 喝 喝 空着头台内 提长以后上手 哎对就是 那么我现在知道 凡正东一直在给我的这种左半台施加压力 那么我就 樊振东是9比7顶先 一旋转 正手看回头 这球被算住了 最后比分是11比7 樊振东是拿下了第二局 宁愿在自己家门口被判 也不希望在这种国际比赛当中被判 我行成对抗之后 拉住 中手 步法上可能还是差了一步 线路比想象中的要短一些 起来之后 中手位的对抗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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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这球反正东打得相当漂亮 拉住反手之后啊 第二把衔接是直接拉到了罗征的正手位大招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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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 piel 加油 现在 给的角度 回到比赛当中 变化 但这球的落点和线 我们能完全打开 最后比分是11比7 樊振东是3比0战胜了罗征 就是我们所有的